- 重碼動足先機董藍掌握機先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重碼動藍大護盤的盤後解放視頻 我們直接看盤大盤 今天中場下跌87點 歐利西下跌2.56點 基本上今天震盪的幅度算是比較大 然後是一個下跌盤 點的加速也比較多 同學其實這個東西應該蠻正常的 畢竟放了兩天颱風假 然後今天開盤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又放假了 所以週末前通常都會怎麼樣 本來就會有週末效應 所以這個部分 同學你可以看 其實它就是一個盤局 這個盤局 它不是一個崩盤的局 它就是一個盤整的局 只要不是崩盤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那我們今天來聊幾個東西 第一個盤來講就是週末效應加上資金再挪移 什麼義式加資金而挪移 而且我相信其實從上禮拜我開始 就是中國救世開始 有些資金怎麼樣 有些資金就是跑去中蓋 那跑去中蓋的話 其實你看這兩天的美股的部分 美股部分當然就是台電 這幾天台在漲 台電領漲基本上就是一個AI的概念 所以就火種的部分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中蓋跟AI 其實還是一樣在維繫台北股市的人氣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的ETF很紅對不對 就是中蓋這邊ETF 什麼政二的一堆都是漲20幾% 為什麼這樣子 中國不是修飾嗎 中國在修飾什麼 怎麼這些ETF大漲特漲 那個溢價都已經20-30%去 什麼 就是賭下禮拜中國這邊會大漲 為什麼敢賭下禮拜中國會大漲 因為中興啊 中興在港股有掛牌啦 中興是中國跟港股都有掛牌的啦 在港股這邊因為港股有開盤嘛 港股這邊又大漲 又打到大漲的情況之下 中興港股這邊大漲 那你覺得禮拜一中國股市開盤 他兩邊都掛牌 這邊大漲 他禮拜一這邊他不會漲嗎 應該也會漲 他會帶的基本上就是A50的部分 所以什麼滬升300這種 有可能就是被今天的中興帶起來 帶起來所以下禮拜 下禮拜有可能會加大漲 所以資金在幹嘛 之前大家都沒有 所以資金在強補 就趕快補部位 那你說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基本面然後什麼改變呢 就沒有基本面啊 他問你什麼 問你就是一個舊式的籌碼面 一個政策面而已 你說基本面拜託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而已 有可能基本面到底改變 你給他好人 所以就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就之前大家都沒有 忽然強補 就忽然在強補 強補狀況之下 遇到中興間大漲 所以就是資金有在做移動 但是移動的部分 同學移動的部分 主軸基本上就這兩個 AI跟中概 如果有辦法 就是他們兩個都有 就是兩邊都踩到題材的話 這種股票當然最好 等一下一起來看 再來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個股的部分 其實好股還是不受限於指數 我相信我們在近期 一直跟大家提到什麼 光通訊對不對 其實光通訊 其實就CPU跟光通訊 其實這兩個不同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不用分開講 反正就是CPU光通訊這邊 其實核災其實講就可以了 因為市場上說真的 你嚴格要講的話 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但是只要講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 CPU 光通訊 光差吧什麼的 這大家都很清楚 那這些股票到今天為止 它還是滿整齊的 相對抗低 好不好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們是趨勢股 趨勢股啦 甚至於公布營收 公布獲利沒有營收 沒有獲利照張 怎麼會這樣子 沒有為什麼 今年沒有營收沒有獲利 明年會有 因為單子已經接到了 好不好 單子已經接到了 什麼時候出而已啊 這種東西 同學這種東西 或是說什麼機台的部分 他們不像什麼便利商店買泡麵 買什麼健康餐 不是啊 我現在買隔天就有 買馬上有 不是啊 都有一段時間的交貨 或是像台銃店一樣 那個輝達下單 或是AMD下單 什麼時候拿到貨 八月之後 半年以後的事情 現在看不到營收 但是呢 明年一定有營收 後年呢 後年營收再Double 所以為什麼 最近股票說 你看那個聯亞股價長那麼高 頭信竟然跳進來買 頭信知道了嘛 頭信看到了嘛 就是明年會賺錢 後年會賺錢 那種是用跳的嘛 成長型的頭信很敢玩這個東西啊 好不好 所以這一塊還是很整齊 很整齊 很整齊的話我們就對比一下 像這個四件股 同學 我相信星光晶第一天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什麼 這個東西你不用看了 你玩一天就好 你不用看 是嗎 他這不是趨勢的東西耶 他是一家經營不是很理想的公司 經營不散要賣掉 賣掉了 然後呢市場上面吃那個購買的那個豆腐 台銃現在是不是出14塊多了 請問星光晶現在多少 還在12塊 這是四件股啦 你懂的是嗎 就是我們買股票 要買一些好的公司 好的公司 趨勢股有時候你可以做短線 那體質在改變公司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有長線的規劃的話 你可以陪著公司一起成長 我們要做的是這種東西 不是在那邊 爛公司 公司也不好啊 經營不散 經營不散賣掉 那邊計較到五毛一塊 在那邊蹭那個熱度 幹什麼啊 沒有意義啊 後悔三小回事啊 供給從頭到尾都是大於需求 上半年EPS不怎麼樣 忽然怎麼樣 忽然打仗 然後洪海危機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洪海危機 對然後後面加個什麼 美東罷工 結果美東罷工 早上不會跟你說那麼和談 所以呢 所以一開 全部都鬥頭在 那這種是我們的菜嗎 同學這是我的菜嗎 從頭到尾都不是趨勢股 不是嗎 這景氣從頭到尾都是景氣循環股 他們長的理由 從頭到尾就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洪海危機 洪海危機同學搞不好快結束 你知道嗎 啊 那個真主黨啊 真主黨的領袖 什麼軍事領袖啊 那異界領袖啊 被以色列快殺光了 中東現在有危機嘛 對不對 中東現在有危機 為什麼中東危機 然後市場上還不是很怕 因為 因為真主黨的部分 說真的 那個領頭的 都被以色列這邊射飛彈什麼什麼 都暗殺差不多 上禮拜不知道 BB扣事件 BB扣事件 對 然後什麼納斯勒拉 對 那個精神領袖什麼的 都被以色列幹光了 甚至他要打什麼 他要打夜門的那個叛軍了 所以就是就這個部分的話 那伊朗幹嘛 伊朗只能射飛彈 射飛彈 射飛彈又打不中 對都被攔截了 新聞說什麼 只有那個飛彈殘骸 打死一個巴勒斯坦人 還不是打死以色列 你看這個多瞎 所以180顆什麼 有的說180顆 有的說200顆 沒有一顆打得到的 都被攔截太遠了 這我們之前跟他講過 他只能射飛彈 那射飛彈他一定要射 因為領頭的 政助黨領袖 政助黨這邊就 伊朗扶子的 都被幹光了 都死光了 暗殺光了 死了沒人 他要意識一下反擊一下 反擊一下沒打中 對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洪野危機搞不好快結束了 所以其實就這個都是事件股 同學事件股 事件股往往 你沒有跑第一時間 就變事故股 就出事 弄車 事故股 如果說你手腳沒那麼快的話 這種股就不要玩 你就玩什麼 你就玩具有趨勢性的 不管說你是要趨勢性的 產業趨勢性 還是說陪公司一成長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這種就是 我是建議盡量不要玩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看這個 台股基本上今天 中老型股不強 有沒有強的 台電有強 後面還拉尾盤 再來就鴻海的部分 鴻海要科技日 鴻海科技日 鴻海科技日 稍微暖剩下而已 搶了在這裡 這一塊 這一塊基本上也不行 但是有沒有強的 同學只要不是崩盤 市場上通常都會怎麼樣 只要不是崩盤 市場上一定會想火種去點他 會想火種去點他 那會想火種去點他的話 後面到底要看什麼 同學我記得 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還跟他聊到這個東西對不對 為什麼禮拜一的那個 回答跟台積電是重挫的 同學這天大阪跌多少 跌599 跌599 我沒跟你說這是盤石令 啊西點啊 怎麼樣 趕快賣股票 趕快逃命 沒有啊 同學跌 跌1807我都沒在怕了 跌999我也沒在怕 你跌個598幹嘛 我是會怕什麼東西啊 沒什麼會怕的嘛 為什麼 因為不是從貨幣市場 出問題開始燒的嘛 你貨幣市場如果出問題 燒到債券再到股票 我就跟你說瓦西點啊 對我們趕快怎麼樣 趕快逃命了 甚至我們節目要停播都可以 逃命 沒行情了 要崩盤了 我還跟你玩什麼 那這次是不是 這不是啊 這不是怎麼樣 不是我是不是跟你分析這個東西 對 跟你分析這個東西 對這是怎麼分析的啊 同學 這東西喔 就算做出來了良率都很低啊 但是呢 但是中國就這部分 有沒有起到一個嚇阻的作用 有對不對 那現在有的話 你看這個 這今天的部分 為什麼 為什麼長了這麼多 源頭還是在這裡啊 你知道為什麼 華為升騰9107 請問華為升騰9107是誰做的 中芯國際做的啊 中芯國際怎麼做 用成熟製程多重布光騰做的嘛 良率很低啊 基本上做的都賠錢啊 但是呢 就中國的部分 先有再說好不好 錢都不是問題 錢不是問題嘛 共產國家嘛 又不是國營的 都沒有國家耶 反正先有就對了 也就是說什麼 中國這邊就是 今天的中芯繼續在港股大長 啊繼續在港股大長的話 啊繼續在港股大長 中芯在港股長 請問禮拜一的A50會不會動 會動對不對 會動的話這些啦 就是這些 你看 這到今天的11點 因為我今天剛好上那個東升部分 全部都在漲 所以在漲什麼 就漲這一顆啊 漲這個東西啊 好不好 啊漲這個東西 啊漲這個東西 同學 這個部分喔 我不會跟你說什麼趕快追啊 因為很難追得下去 因為實在漲太多了 這乖離實在 第一個乖離大 第二個離禁值很多 你今天漲20-30%代表什麼 代表你要去拼禮拜一 他們全部都開漲停板耶 你要去拼禮拜一 中國股市不管是護升 護上海的還是深圳的 開出來全部都要漲停板耶 已經噴那麼多天的 開出來有可能全部漲停板嘛 我不知道 好不好 同學我不知道的東西喔 如果下去買的話 這叫什麼 這叫賭一把啊 同學賭一把啊 我這個人我覺得 我沒什麼賭的命啊 我只有投資的命啊 你知道什麼 你投資可以來找我啦 你賭一把你找別人啊 我相信其實很多人都答應賭一把啦 反正賭錯了你家的事情 他也不會跟你講 對就當作我忘記了 對賭對的跟你說你看我多神 對一下都二三十趴 對你竟然不然 對是不是這樣 都也這樣嘛 同學那賭的東西喔 沒那麼好賺啊 還是要賺啊 這麼好賺我就自己去做了 好啊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種賭的東西我不跟你多談 我就跟你講投資的東西 那什麼叫投資的東西 我們假設就算這顆真的做得出來 就算他真的做得出來 就算良率低無所謂 就算他做得出來 高速運算是要配高速傳輸 對 同學這我們講好幾天 這禮拜一耶 同學禮拜一是跌598點 沒錯吧 禮拜一跌598點 沒跟你開箱就不錯了 我告訴你多的部分 多的部分在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我也不是講第一天 講好幾天的不是嗎 對就告訴大家 欸 跌598點跟這個沒關係 為什麼 產業趨勢好不好 這產業的趨勢啊 哪怕現在是腐爛的也可以啊 好不好 因為一定會做 因為台電影這邊帶頭在做嘛 這是禮拜一 這是禮拜二 你看禮拜二 啊 禮拜二小幅反彈 結果又變這樣子了 那都在漲 怎麼會這樣子 由於這次聯亞 沒賺錢 其實是沒賺錢 沒賺錢嘛 8月獲利0元 累積前8月-0.32就股票 原付的報告寫300塊 今天已經348都超過去了 市場喊更高 當然這種喊的就算了 我相信你也不敢買 講得... 我不是叫你買啦 好不好 那我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 這種基本面是這個樣子的 已經變這個樣子 變348了 你看公佈那天多少 274 結果現在341 又漲多少 又漲兩成多耶 代表什麼 代表市場其實已經很認同 它明年會賺錢 接誰的單 中繼續創 不是嗎 不是接中繼續創嗎 誰又跟你也有關係 不是華星光嗎 而且我們現在都跟華星光嘛 華星光跟聯軍比較過 奇怪 都比他高一點 為什麼法人報告 華星光都給比較低一點 就給比較高 其實無所謂 反正都會漲 因為這是一掛的 反正這個 然後這個光通訊 CPU部分也不用多說 反正就是光引擎 本來是在外接 後面要移到中間 移到這邊去的 移到中間這個去 就做CPU有沒有 光引擎移到這個 SWITCH這個交換器 整個封裝在一起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上全這邊在弄的 這跟台電合在一起的 其他像這個都什麼 什麼華星光聯軍都做什麼 都做光插把的光通訊 他們這兩隻光通訊 CPU是上全 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無所謂 反正就是一掛就對了 基本上都會漲 你這種沒賺錢的 都變賣購 零也做雷射的 光通訊 電變光 變光雷射 所以其實就是 這個題材 如果說你這樣看的話 就沒有弱 沒有弱我們剛剛講 台電的話要聽 這是什麼 上全 同學 上禮拜我上全是不是搞到跌停板 他漲回去你知道嗎 漲回去代表什麼 代表他那天跌停 不是產業出的問題 是什麼 是洗大大說話的 市場上在幹嘛 在換錢 在籌碼挪移 就是 這個創新高了 這個那麼低 戶管怎麼樣 戶管有一個利多 我這個換掉趕快下去買這個 基本上是這樣子 甚至今天也有這種動作 有人就是出一些股票去換什麼 去換什麼護士 去換那個男子店 男子店就是有護士店 基本上就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就這一掛部分 同學應該說 就這一掛 就這一掛 同學這個是上全 FOC還是上全 聯軍包在這邊 華星光的 頭信在買 頭信買到今天 頭信就一直買他 聯軍什麼 聯軍有一些短線客在那邊 插回啊 但是無所謂 節目上我都講過 這華星光 我上三立的時候 華星光 2023 這你自己看 聯軍相對抗疊 大疊的時候 我這天去的時候 娟姐剛好在路上遇到我 我就還沒開路的時候 她剛好出來上廁所遇到我 欸 其中連結還要舉多嗎 我說基本上舉多 我就看多 不是說看多 就是各股的部分 我認為他還有多方火種 所以還是可以做 不是說什麼大盤就掛 就掛 也不是說大盤跌 就是不能看多什麼的 不是啊 可是他有多方火種雜 多方火種雜 我講這個啊 聯軍啊 還不是 沒死啊 這個月產人 一個月15k要變到什麼 一個月75k成長六倍 今年3.8元左右 明年9塊 這跳一倍多耶 後年呢 後年可能13塊多去了 好不好 所以為什麼股價都會 為什麼獲利 你這樣報告莫要寫那麼高 就是因為這個是用跳的 你知道嗎 他用跳的 所以你看這個 為什麼沒賺錢 會股價長那麼高 長那麼高又不會下來 主要就是 你要看得到未來啊 洪雪 你要看得到未來啊 好不好 你看不到未來 就沒東西可以玩 你看得到未來 你看到未來 有時候股價震盪 你就知道你要怎麼切啊 你懂得是嗎 你看這個 9月27的時候 這天說 聯軍還跌15塊 靠腰欸 真是 滑心光跌8塊 一個跌7%多 現在呢 你看這個182.5的 這142對不對 你看到今天為止啊 今天啊 到今天多少 190不是18的 是19的 這個14的變多少 14的變15了 所以就是 看得到未來 好不好 看得到未來啊 我不是第一天跟你講 我是今天 他們好強啊 來跟你講一下 你要不要看我短影 短影都講多久了 講幾天啊 從上全聯軍還心光輪著講 反正就是這一掛啦 這一掛都會動啦 好不好 如果沒做到怎麼辦 這支你可以看 好不好 下禮拜 我這禮拜會看一下 他的大規模比有沒有上升 如果說沒有下降太多 應該是上升啦 如果說還在上升的話 禮拜一震盪 因為他今天震盪一下 禮拜一我應該會下去買 好不好 那學位你就 跟緊扣訊就好了 打兩根就開始漲 所以呢 所以肩第一根嘛 創高整理第一根嘛 如果下禮拜有第二根的話 應該就是這麼一點 好不好 他跟CPU也有關係 他是台電供應鏈 是台電供應鏈 台電供應鏈 有台電的單 現在呢 CPU機台 他有接到CPU的機台 所以你看這個大澳資 又往上升 然後呢這個外資 一直在買 這多方 多方 多頭部位吧 這多方股票吧 高點過高低也不低嘛 所以像這種什麼 高點過高低也不低的 多方關心股票 你只能怎麼樣 你只能趁震盪的時候 趕快去敲了 好不好 不然你就買這個嘛 聯軍華新款 你清菜勁啦 反正這一瓜 我們最近都賺這一瓜 禮拜一看 可能看這一支 有興趣的 你可以一起來賺錢 那其他的跟中國有關係的 為什麼 這老闆不是當年 馬英九在選舉的時候 直接喊九州公司 老闆啊 有時候要衝嗎 看起來怎麼有 今天有掉下來啦 有掉下來沒關係啦 掉下來我認為OK啦 無所謂啦 富士達也是啊 富士達也是啊 富士達三哲姬 富士達三哲姬 不是他 不是他做軸城的嘛 除了做軸城還有做什麼 今天是不是漲A 現在是不是會漲了 什麼 雙紅齊紅這邊開始漲了 之前不是說漏水 漏水不是說 不是那個什麼什麼 藝人盤啊 不是啦 漏什麼都快階頭啦 快階頭台場只有一家 一家啦 通過認證的啦 富士達啦 只有他通過認證 其他沒有啦 富士達基本上 都跟齊紅掛在一起了 所以呢 所以齊紅是不是通過認證 齊紅是第一個通過 那個輝達認證的嘛 也就是說什麼 你叫輝達做 輝達就是幫你弄齊紅的 齊紅的他的快階頭 就用富士達的 如果說你說啊 我自己做 我自己設計 找那個ODM廠 比如說什麼 阿媽弄什麼的 那自己弄的話 搞不好他會幫你掌索紅的啦 那其實都一樣 整瓜 這個比太大了啦 那如果說你要跟中國 同學 你AI我們剛講AI對不對 為什麼他有AI你知道嗎 他在台語電第四季啊 他的單啊 他的單 他的單 五奈米的 五奈米的六千片以上 第四季 好不好 所以現在就第四季嘛 所以他在這邊應該就停住了啦 好不好 台語電這邊他忽然下的單 下蠻大的 那有可能什麼 有可能就是 什麼什麼AI眼鏡什麼的 跟紅大電那邊的 還不知道 反正就是台電這邊他有 下蠻大的單 就是六千片 好像六千片以上嘛 五奈米的 不是下那個 不是下什麼 什麼成頭製程喔 是先進製程喔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反正就是就AI的部分 就是AI如果說跟中概有關係 可以掛在一起的話 基本上可能最好 好不好 富士達也是投信在尻 這個底好像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他在這邊弄東西弄弄老半天 突破了 突破的話 現在高點剩哪裡 高點好像只剩前波高點而已啊 這你也可以留意啊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 就是你看禮拜一跌 跌598點 不跌 推推推 一路往 連續五根紅葉棒 這跟大盤不一樣 這你要留意一下 好不好 好最後我們來看這個 同學你看這個星光金 不是說到不好 而是這種股票 就是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到底在操作什麼東西 在那邊蹭那個 哇營收不了 爛公司 比如說爛公司 經營不善的公司 哇那個要賣掉了 我們來蹭一下 要被詬病喔 五毛一塊 來蹭這 你的投資邏輯是這樣子啊 你這樣可以賺到大錢嗎 你在股票市場吃到要賺大錢 你覺得在那邊蹭那種 你們詬病的那種 五毛一塊那種 什麼小價差 你覺得你可以賺大錢 這是你的投資邏輯嗎 我要跟大家說是投資邏輯啦 那是投資邏輯 啊我們要投資好公司嘛 陪著公司一起成長 才對吧 啊不是嗎 對 先講究不上升再選用療效 是嗎 所以如果說你套到了 你只剩一個解法 賣給台信金啊 幹什麼 14塊賣台信金 只剩這樣子而已啊 不然還有什麼 這是我要跟大家提的是 不是說公司股票問題 而是你的操作邏輯是什麼東西 這個也是啊 啊 我記得那時候 同學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00940剛推出的時候 2萬點對不對 我有上一些媒體嘛 像那麼廖小君的那個什麼 之前在三立主持 新台灣家有那個廖小君 小君姐 他自己在做那個自媒體 我還跟那個林昌興去上 那那天主題就什麼 00940 我說不要買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時間點就是什麼 就是00940太多長龍 但是請問長龍 他有辦法一直高股息下去嗎 他是景氣循環股耶 航運股景氣循環股在景氣往下掉的時候 是很慘的耶 今年基本上就在往下掉 往下掉是出了一個紅海事件而已 所以紅海事件把什麼 硬把供需稍微拉平 但是呢 供需稍微拉平 請問明年的供需還是一樣 有辦法那個需求待遇供需嗎 不知道好不好 甚至於可能就這樣子 一旦紅海危機 紅海這部分的問題消失了 可能就沒有了 你知道嗎 那現在的狀況好像要沒有了 像我剛剛跟他說的 今天早上忽然起來 哇 美東那個什麼罷工事件 之前新聞講的多嚴重 多嚴重 又要塞港 結果呢 結果什麼都沒有了 忽然說和談了 那個好像調薪62% 然後呢 然後紅海這邊 以色列我覺得他真的蠻厲害的 那種情報組織 那個珍珠黨的那些領導頭子 都不要殺光 洗腰料 以目前來看 都死差不多了 當然珍珠黨這邊 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一些年輕輩 看年輕輩要不要上來 不過那些老的 老的都掛點了 軍事的 然後什麼領導的 全部都被 對都被以色列 搞掛了 搞掛的話 現在地面布列要往什麼 那地面布列現在往裡半任開了 那你說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變成大規模戰爭嗎 同學不太容易啊 伊朗跟以色列沒有接 沒有接 他頂多射飛彈 射飛彈射不中 200枚射了 他有多少個200枚可以射 沒錢的啦 射飛彈很花錢的 所以就是 洪海這邊的事件 同學洪海這邊的事件 搞不好以色列這樣打打打打打 都被他打光了 就是這些頭 沒有了 他現在開始打哪裡 昨天新聞不是有講 開始打什麼 夜門這邊的那個 青年運動這邊的叛軍啊 所以如果說 被他打完的話 哇都沒有了 中東這邊搞不好他安全了 然後阿拉伯這邊又打不過他 所以就是 為什麼 美東談判怎麼忽然就跌停了 同學 美東談判OK 會搞成忽然跌停 基本上也沒那麼嚴重 主要是什麼 主要就是洪海這邊 可能快沒事情了 當然我不是說馬上 他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這種讓人家會擔心的想像空間 已經沒有了 所以如果說我們從這兩支股票來看的話 你可以得到一個什麼 這兩支股票都不是趨勢股 他們都不是趨勢股 我的節目上我也沒跟你 我有跟你推這個 我的短視頻或是節目 都不要玩 我們是玩好公司 賠公司一直成長 都快賣掉了公司 你在那邊玩他 這個也是嘛 就從頭到尾都是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 等你知道的時候都在高點 不是嗎 景氣循環股就是要那種 躺在地上的時候都不會動的時候 你去買他 但是這種就是 它就是一個事件股 這種都是事件股 事件股其實就是 當你看到新聞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怎麼樣 有時候獲利入代了結 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事件股 建議大家 手腳也沒那麼快 少玩 你玩什麼 玩一些趨勢股 玩一些趨勢股 玩一些好公司 玩一些好公司 好公司趨勢股 被套了 被套住 到處還可以留著 幹嘛 漲的時候怎麼樣 漲的時候 賺價差 跌的時候 起碼不會掛點 不會掛點 可以活著 這些公司當然也不會掛點 不過呢 不過 一個景氣循環可能要 很久很久很久 我問你 你那時候買200多塊陽明 你覺得多久會截套 這輩子應該不會截套了 應該是這樣 你心裡面也很清楚 所以 有時候操作 我認為就是改善一下 如果你說 有什麼踏到這種股票 改善一下你的操作邏輯 好不好 我們找的是好公司 陪著好公司一起成長 你不知道怎麼操作的話 一樣張開雙爪懷疑 我個人認為第四季還是我做夢行情 好不好 股票我都找好了 我都準備好了 好不好 我們做個簡單的決斷 就是盤這個地方 但是放兩天颱風假 今天 我相信很多人怎麼樣 很多人就是 異性懶散 但是呢 又有六日 又有六日 今天怎麼樣 今天震盪一下 個人認為很正常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很正常的事情 盤面有沒有多方火種 盤面還是有多方火種 好不好 還是有多方火種 那多方火種的部分 其實我個人認為 也許短信上 不見得說什麼馬上衝幹嘛 不過呢 不過好的公司 或是說盤市 只要不是崩盤的裝置下 震盪一下 應該後面狀況還是一樣 叫做大盤輕輕彈 個股一片天 好不好 所以就是把後面有機會 漲的公司找出來 就是什麼 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會內地 就下一支好不好 希望更新的話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當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推播 同時你 我先會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動能漲 我今天祝大家休息一塊 小時候超順利 下小時候見拜拜 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